先坐下,裝置都沒有了,還放在這裏 加這麼多日夜 拿回收箱稍後,來,Let's go 等一會 是 還要用的,放下 上面 上面 對了 之後 拿來吧 OK 導演,你現在有欺負我矮嗎 之後是甚麼 Solar Plain Mobile Eco Engineering,Green Science 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澳門科目館 頻道節目,換物裝置 我們的主持人 Daniel 我們剛才被導演罵了餐 我們要平時循環再用的理念 我們又要重新重新充滿發泡膠的照片 其實應該扔掉它就算了 我們今天不要浪費法寶加勒 好,我們今天玩的就是Solar Plain Mobile Ecosystem Engineering 奧比斯冠名 有奧比斯贊助的 是否贊助的 總之跟奧比斯有關聯 OK 只要打這個已經足夠霸氣了 那麼 這個有甚麼玩法呢 我們就這樣照顧踏塗料包 塗料包是甚麼 Plain Body 我們看這個照片 大概就是用太陽能去驅動它 旋轉的 它不是真的飛嗎 應該就… 不是真的要飛 對,因為真的要飛太陽能 對,比較難搞 那個功率 只有這麼小塊板 好 然後大概有這堆東西 總之主要是太陽能電板 和一堆零件 然後又是我們這個慢樓的電腦 這就是我們要做幾個 三個月後 就是我接近不算是電腦 還有一些勾的東西 這個不知道甚麼 我們遲些就知道 同樣都是需要一個攪拌 之後我們需要一個瓶 還有一些銀子 其實我自己和Systems需要一個銀子 我們待會就知道 我們先開了它 一邊組裝,一邊說 OK,想炸一下銀子 我們拖開它 好,先把辣椒放在那邊 大家看到這裡 Brain Troy Award winner 我們一看就十分之高大上 我們再一次打開它看看 裡面的資料相當簡單 又是一份說明書 我們待會又是這份說明書 又給上一集高大後 我們看這次要看多久 然後… 這份奧比斯的宣傳 各位要記住要看這段影片 繼續 小朋友看這段影片 記住,不要控制太近 然後還有一些零件 意外地少了 還有一堆螺絲和電路 一看就知道 待會又是一堆的鏡頭 我們先打開它 我們先跟大家介紹 我們今天的模型核心 這個太陽能電板 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太陽能電板吧 鏡頭的太陽能電板 通常會有三層的東西 各位見到 但這裡也有三層 基本上它會用直的結晶化 直去做兩層 中間就會有一層夾層 直是一種半導體 當它有陽光或其他光照 它就會出現了 叫做photo-photelic effect 而我們以龍叔的簡單來說 就是它會用電 它的光是會令到電子活化 而是興奮後 就會產生電流出來 我們看到這個太陽能 在國外比較普及 但在澳門基本上很少見 為什麼呢 第一 其實太陽能電板 它是需要很多電板 去形成一個模組 排出來才會有足夠的功率 如果要提供它的功率 通常會進行 每一個模組 就會以一個串聯 和並聯的方式 不斷去組成一個大的系統 當它串聯和並聯的時候 它各自的電流和電壓 都會有提升 有興趣想了解更新的同學 或者觀眾 可以在自己上網查查相關的資料 我們再看看這個玩具本身 我們再拆其他東西出來 大概都是一些螺旋掌的東西 各位看到我們這個盒子裡的 飛機的這個部件 翻了 好 那我們 拆出來 再看 這個有沒有螺絲在這裡 也是那句 各位小朋友看到螺絲這麼小的東西 太小的小朋友在家裡的判圖之下玩 這個安全指引 大家嫌疑 我們每次都要說一次 我們身為官方頻道 先拿到這邊的部件 為何只有一半 不是正常的肌肉 應該有兩邊 我們不管了 首先我們要拿這個摩托出來 我們要拿這個摩托出來 然後導演 我們準備要幾秒鐘後來 只是說一笑而已 希望不用 幾秒鐘後來 各位觀眾 我們終於陷入去了 其實 我… 其實… 我… 我有點自張了 我其實是一塊一塊陷入去就可以了 像個傻仔的說自己 好 我們… 先不要… 我們有甚麼要罵的 先在下面留言區慢慢說 我們… 先… 繼續拆下去 之後我們要陷入這一塊的… 配件 然後… 然後就… 早傳扭螺絲 我們… 拿起我們… 我們找螺絲先 好 我們繼續去上螺絲 上… 我們試著扭實 其實… 其實… 其實這部份都… 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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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砌模型 這樣… 其實… 都怪不得了 我相信在座觀眾 肯定有人… 在這方面是比較強的 那我就不多說了 就是… 應該… 應該實的 好 然後我們再看看 一件事要做甚麼先 我們就要… 我們就要… 我們就要裝上這個… 機翼 看看先… 這是怎樣裝… 裝上去… 裝了機翼上去… 再裝這個… 刮牆液… 這個… 這是怎樣裝上去… OK… 我們再看看下一板 我們就要裝東西 真的是… 等等… 我們下一件事要裝太陽能電板 我們應該這樣裝上去 是有腹肌 各位看到後面是有腹肌 和正是這樣的東西 因為太陽… 因為太陽能電板 只是可以出直流 所以不能出膠流出來 所以… 通常在… 一個系統裡面 它是會… 如果在太陽能供電系統裡面 它是會有一個… 主換器去把它變成交流 因為大部份的電器… 因為大部份的電器… 甚至是… 在這個… 傳電的時候 用一個變壓器… 用變壓器的時候 都是需要用到交流才可以… 運作到的 那這個都算是一個比較… 比較不可以忽視的… 一個缺點吧 看看… 其實是否會撕掉 這塊應該是可以撕掉的 這樣應該會比較好入一點 這邊是… 這邊是負負的 這樣進去 為甚麼這麼難進去 這個飛機是… 相當… 這個陷入系統 OK 行了 相當不人性化的 是有一點難度的 進去的時候 好 我們… 然後就要在這邊 我們在底部上 要陷入了 我們先看看… 這邊是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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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藍色就撕到這邊… 藍色就撕到這邊… 試試去… 紅色就撕到這邊… 外觀能看清楚了… 我先給大家看看… 這邊… 這邊… 這邊是機的底部… 來的… 機的底部… 左邊是藍色… 如果… 陷入位是機翼… 在下面的話… 左邊是藍… 左邊是紅色… 右邊是藍色… 記住… 不會入錯方向… 一旦翻了電腦就不成立了… 我們試一下… 應該這個時候會出現… 這個… 馬達的接駁… 我們… 先試一下用太陽光照… 我們看看它會不會去動… 我們先試一下電筒… 手機電筒… 不知道是否可以… 好像是… 不行的… 我們再拿電池試一下… 單錄試一下… 這個馬達是否有問題… 我們發覺… 這個馬達… 是正受運作的… 所以… 所以… 其實… 所以我們… 它不知道原因… 應該就是因為這裡… 沒有… 合適的光源… 即是太陽光… 或者是… 或者是… 有足夠… 有足夠亮度的… 燈… 類似這樣的東西… 即是我們沒有… 色的光源… 那一刻… 在以後做實驗的時候… 都要… 去… 是… 要分別去檢查… 每一個部件… 每一個部件… 每一個步驟… 的情況… 出現問題的時候… 可以… 獨立拆出來… 去檢查… 每一個… 細節有否出錯… 這個是一個… 做實驗的時候… 一個… 比較… 基本… 一個… 比較常用的… 一個… 解決問題的方法… 對… 既然我們… 既然不行… 我們便… 找色的光源… 這件事… 我們便交給導演去做 導演有很多事情… 導演發覺… 導演應該… 又在暗地中… 想罵人… 我覺得遲些… 導演可以親自上陣 好… 我們還有少許… 後來做的… 大家看看說明書… 還有個… 桌子要塞 即是它插在瓶上的桌子 我們已經把瓶… 蓋掉了出來 我們便將它插在上面 那… 其實可以放少許水… 去… 固定住它 因為比較重… 的確是沒有的 是比較穩定的 我們再看看下面要怎樣做 我們先蓋上蓋上去 然後… 然後… 我們便… 一邊是… 一邊是用這個… 好像Hot一樣的東西 我們便要放一些硬幣進去 去加重它的重量 然後… 再蓋上蓋在上面 然後… 然後… 我們便將它插入這個… 插入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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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入它 然後… 我們便可以… 上螺絲了 上螺絲了… 我們又有螺絲了… 我們又有螺絲了… 有螺絲了… 有螺絲了… 好… 各位… 我們便用這個成品出來 兩邊都是上了一個扣 這邊呢… 這邊上了一個硬幣 只要是用來平衡 它飛機的重量而已 正常來說 你完成後 飛機收到太陽能板後 應該這樣轉 我們先用電池代替 它便會開始轉 現在放鬆給它 對… 對… 以一個玩具來說 其實這個裝飾價值挺好 是挺好玩的 除了電板 不知為何 情況有少許挑釋之外 對… 今集就是… 今集我們拍攝太陽能的… 太陽能的小模型 我們先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 就按讚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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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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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摩 三個摩 你們可以吧